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喔 就来说到 以前所做的前书 一般来讲 这个前书是指这个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讲的 有三个重点在这些说 耶稣一开头 所做的一切事情 路加福音就讲 耶稣所有的故事 第二 耶稣那时候 所卷选门徒的故事 那当然路加福音 讲了很多 一个一个门徒被选招 然后带着他们 行各样的一个神迹奇事 第二点 第三点 耶稣受难 护活升天 也就是说前书 已经把这些故事都讲完了 好 我们讲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怎样呢 护活之后 进入到使徒行传 开始进入到 护活之后 那有四十天的时间 耶稣在护活的身体里面 好几次向门徒显现 让他们能够清楚看到 耶稣护活的故事 然后也在这过程里面 四十天 不断跟他们讲论 有一天神果的事情 那时候耶稣护活 已经不只是道成若胜 也就是说 成为一个回到神面前 神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了 然后最后这个机会 让这些门徒能够知道 将来神果的事情 这就是今天在使徒行传 第一章的第四件事情 前三件事情都是 路加福音也就说了 第四件事情就是 在这四十天里面 显现给他们看 告诉他们一个重点 要等候 互所应许的 就是要圣灵领导人当中 你们要说圣灵的喜哦 那现在开始解释了 圣灵的喜 有一个目的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是要让你们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是要干什么呢 要让你们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什么 做我的见证 好 那我们从使徒行传 第一章就可以了解 以前耶稣的故事 一直到受难 被定 护活 都已经讲清楚了 然后从使徒行传再记载 升天让所有的使徒 都能够知道 耶稣在这当中 告诉他们说 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后耶稣升天 然后我们看到 圣灵要预备来到当中 如同耶稣一直都讲的 然后告诉他们说 圣灵来的时候 你们就是要得能力 然后做见证 谁的见证 耶稣 好 那我们来看 这过程里面 耶稣复活的时候 升天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也是今天我们要预备的 就是 你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 祂还要怎样来 所以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盼望 耶稣给我们生命救恩 力量 还给我们应许圣灵 那这一切总括要让我们等候 有一天耶稣要再来 这是第五个重点 第四个重点就是得圣灵 第五个重点就是 这得圣灵的目的 要预备耶稣要再来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 进城 在那个地方 好多的门徒跟耶稣的母亲 还有一些婚姻 他们就开始很认真的祷告 然后在这个祷告里面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要开始完成的事情 就是第六个重点 第六个重点是 我们当中的犹大 他在这边说 他自己丢掉自己的位分 往他自己的地方去 就是阴间 所以我们今天要必须照着所应许的 再选一位 这个犹大当时所做的事情就是 作恶的那个钱 三十两银子 卖了耶稣 没有人敢拿那三十两银子 或者承担 所以他们就用那一块 那些钱买了一块田 就是血田 叫做血田 然后那一个地方 让一些无辜的人 或者是被丢弃的人 就长在那里 那个地方要成为荒场 我们看到 犹大本来是 列在门徒当中 但是他自己丢弃了 这是第六点 我们要留意 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以后 我们就看到第七个重点 他们必须选一位 出来顶替犹大的位置 他们就在 一直跟耶稣一起走 而且看过耶稣的这些人里面 选了一位 当然后来他们一起祷告 就选了马提亚 当然整个使徒行传 第一章在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 本来我们标题 是什么呢 要等候 等候天父所应许给你们的圣灵 然后在圣灵的工作里面 接下来第二章就看到 哇 教会完全改变 我们相信 我们每个人在等候耶稣 再来的时候 也必须要经历这一点 圣灵的工作跟教管 好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这许多的点点滴滴 跟生命的对付 那我们相信 一切都要变化 我们一起祷告 爵叔谢谢你 其实我们知道 等候圣灵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 我们相信圣灵也不是让我们赐夸 圣灵是帮助我们 能够真实的预备迎接耶稣再来 不管是得能力 或者生命的改变 或者为主做见证 都求祝你帮助我们 在最适当的时机 讲最适当的话 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 这是我们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